这些年,身边不少人都说要远离垃圾人,因为它们会影响我们的情绪,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太过于正能量的人,有时候也需要我们警惕。 美国心理学教授曾花了八年的时间做过一项研究,他发现这个世界上一直有群人在想办法规避压力和负能量,总是用正能量来代替出现在自己身上的负能量,久而久之,他们看似坚强,内心却早已压力爆棚。 并且,这其中更有很多人,不仅要求自己强,还要求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强,带给周围人诸多的压力。 仔细想想就知道,一个只会表现出正能量的人,带给身边人的并非是积极向上,很多时候或许正好相反。 所以今天我劝你,有时候请警惕你身边正能量爆棚的人。 一,正能量只放在嘴上,是一种虚伪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,他们的朋友圈里是各种励志鸡汤。 努力成就人生,遇事永远不抱怨,才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。 今天向前一小步,明天进步一大步,说得特别好听,好像他们的人生已经比绝大多数人成功了一样。 但你真的去观察他们的人生,就会发现,这群人似乎只把正能量挂在了嘴上。 我身边就有过这样的人,先前刚毕业时,和我一起入职的是一个看起来特别勤奋的女孩。 那时候公司每天九点上班,六点下班,但她就跟打了鸡血似的,每天不到八点就到了,比所有人都来得早。 晚上大家下班她也不走,非得在公司耗着,等到八点以后才走。 你每次问她,她都会说自己今天有多忙,有多努力,有一种其他人都是她的陪衬一样。 记得有次部门领导请吃饭,那天就她最拖延,磨磨蹭蹭地,非说自己工作没做完,说着以她的性格,一定要今日是今日必。 没办法,我们等了她足足半个小时,看着她敲了半天键盘,但最终也不知道她在为什么而忙。 尤其到季度复盘的时候,其他同事说的都是切实可查的成绩,只有她夸夸其谈,说着自己有多努力,有多刻苦,有多少苦劳,却看不到能产出多少具体的东西。 甚至很多时候,因为工作完成的不好,她的很多工作都得组内其他同事帮她完成。 时间一久,大家发现,她发在朋友圈里的励志格言,嘴上念叨的励志语录,说实话,也就只能感动自己了。 那些看上去能量满满的表现,到头来无非是一种伪装和对自我的一种欺骗。 遇到这样的人,劝你一定要小心,因为他们表现在自我身上的所谓正能量,反倒是对别人的一种消耗。 二,用正能量挑剔他人,是一种苛刻。 前些天看了一个故事,主人公林先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管理者,他靠着自己的能力,单枪匹马创办公司,熬过了生死线,赚了不少钱。 但从小苦日子出身的他,在事业有成之后,最喜欢做的就是对身边人充满挑剔。 公司新招来的员工到点下班,第二天他就把人家叫到办公室,讲自己当年创业的辛苦,讲年轻人现在应该怎么努力。 指责这个年轻人,只知道享福,不懂得吃苦。 家里有亲戚托他帮忙找工作,他也没说答不答应,先将对方劈头盖脸说了一顿,说自己在那个年龄的时候是怎么一次次被别人拒绝,又是怎么燃起斗志的。 前台词想说,这个亲戚不懂坚持,甚至一回家,就喜欢对着老婆孩子说教,句句不离他的辛苦, 想着让老婆和孩子能感恩他,能向他学习。 每次这样,身边人都感到反感,觉得作为老板,他愿意努力那就努力,何谷非得逼着其他人跟他一样呢? 其实我们身边这种人真的很多。 有些人从执行层走到管理层后,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那些直级没自己高的人大谈方法论, 炫耀着自己成功的哲学,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威信。 好像你不按着他的指导走,人生就会万劫不复一样。 但我们这一生,出身环境不同,接受教育不同,价值观和人生追求自然不一样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 学会为自己负责,而非对他人点评,也是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。 有时候远离那些总是试图指导自己人生的人,反而行走人间更为轻松。 在这其中,还有一种看上去正能量的人,他们并非天天如此, 而是遭遇了一些坎坷后,担心身边人看不起自己, 于是对内一副样子,在外一副样子。 很多时候,只有走得近了,你才能看清他们真实的模样。 听朋友讲过一个故事,说自己身边有位亲戚,乳腺癌后第四年,恢复得不错, 但总是很奇怪地表现出亢奋的乐观。 而且会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讲自己患癌和手术的事情,非常的反常。 平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,每当身边人说起自己遇到的难事, 其他人都在想办法开解,可是他总会来一句, 你还年轻哦,到了我这个年纪,自然就知道了。 也不管对方到底什么年龄,总是一副高高在上, 一定要让对方觉得自己很豁达,很有道理,很乐观的样子。 后来接触到他的老公后才知道,原来他对亲近的人和其他人完全是两副样子。 平日里和老公出门,会有陆怒症,看到停车要排队,会立马调转方向盘回家。 晚上自己想睡觉,一旦老公在打电话还是玩游戏,立马就会骂出声来。 后来才知道,那场手术后的他,总是试图在外人面前表现自己强势的样子。 但实际上,他的愤怒和攻击性全被压在了心里, 不是投射给自己,就是投射到亲近人的身上。 而这种人,一旦你和他走得太近,一定会发现他身上压抑过多的负面情绪。 他们并非天生能量满满,而是为了迎合世俗的需要,被迫压抑了自己的情绪和诉求。 看似乐观自信,实则内心压抑。 四,每种情绪都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。 心理学上有个观点,我觉得说得很对。 人这一生会有很多种情绪,我们要做的不是摒弃某种情绪,而是学会接纳。 学会感受情绪,在身上流淌的感觉,接纳自己,理解他人。 不必刻意伪装自己的努力,不必严苛地挑剔身边的人,更不必对外人迎合,用亲人泄火。 你去看每个人的生活,谁不经历坎坷,谁没有情绪地跌宕起伏呢? 又有谁能一辈子只有阳光灿烂,没有阴霾苦楚呢? 既然生活注定五味杂陈,与其拼命伪装,过度展示自己的正能量, 倒不妨坦然面对,让生命多一些色彩。 毕竟一味只关注积极的、正面的、并且负面的、消极的, 不仅会让你的人生缺失很多体验,也会让你的生活压抑不堪。 蔡兰说过一句话,尽量地学习,尽量地经历,尽量地旅游,尽量地吃好东西, 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,就这么简单。 很多事情不必太用力,不必太苛刻,不必太伪装,尽量就好,与你共勉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祝您做个好梦,晚安。 晚安。 晚安。 感谢观看